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宇宗翰 马上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Q2电脑及资讯服务业年增11.4 创立年单季第三高 月光投控7月营收月增15.2 第三季业绩看增良成 旺季效应带动 把人估宏击第三季双绿双升 台商回流带来转单效应 劳团表示基本工资至少应调涨5% 来关心台股 美国总统川普只可能取消原定9月的经贸磋商 为谈判再添变数 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收黑 不过台股今天在台积电开盘小涨成盘 指数开盘小跌2.7点以10491点开出 但台积电随后红翻黑 指数早盘一度跌超过50点 触底5日线后吸引低接买盘介入 苓盖中小新股逆时助攻 大盘一度翻红 但追加意愿有限 分析指出台股上周跌升反弹 但成交量缩减 卖压有点大 所以现阶段不宜太过积极进出 短线如果要抱持偏多心态 也不易见到肋骨欺扬 可选择有题材基本面好 法人买超的股票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美国金边大厂危机 日前公告近一期库存下降 并释出当前景气来到循环底部的讯息 汇丰正确认为 正预告半导体景气将处底反弹 日本政府从7月4号起 加强对南韩的出口管制 最新消息 三星已经从比利时采购了 6到10个月份的半导体材料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市场研究分会 公布7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 148万5千辆 年减5% 境外资金会回投资产业办法 预定15号上路 财政部推估 每年平均有超过新台币 8500亿元资金贿赂赂 法轮预估 台股方面将有千亿活水溢柱 可布局电子篮球股 社会台商回流的内需资产跟金融股 新台人雅电视 真理报道 远东航空今年宣布 将提前启动MD客机除翼失程 其中4架70超过26年的飞机 将于今年底完成救机态换 并于未来半年内 陆续引进3架ATR新机 建立更年轻的新机队 所有飞机MD飞机的时程都会提前退役 目前都在进行中 迷航局去年修正 迷用航空运输业管理规则 2020年将强制26年以上高龄客机退场 国际航空业者中 以远东航空冲击最大 远航机队中有8架机领超过20年 其中4架机领超过26年 远航12日举办MD主翼 寄星制服发表记者会 为了展现太久换星 重视飞胺决心 宣布将大幅提前 飞机太久换星时程 未来远东会更有计划 更有计划就是 有计划大家员工就会 比较有一致性的力量 产生这个力量 我们的飞胺应该会逐步的进展 远航董事长张刚伟表示 市架机领超过26年的MD机型 将于2019年底前完成太幻 未来半年也将陆续引进三架ATR 付出运能并建立更年轻的新机队 其他4架MD机型 则预计2022年解编 并启动新的喷射机构级计划 我们不会这么心急说 我一次全部要到位 我讲过了 航空公司跟一般的公司不一样 它必须要有计划 必须要重视飞安 那训练必须要到位 所以我们下一步才会做国际线的部分 那一步一步 这个请大家忍受一下 我想时间到了自来我们水到取程 至于退役的MD机型 张刚伟表示 因为他们维护得很好 加上是合飞两个小时内国内线 目前已有四五个不是小国的国家 征询判人采购 另外针对中共险数入客 张刚伟表示 约航两岸航线只占营收10% 影响维护其微 新唐领海电视高见的黄立峰 台湾台北报道 但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通过社Uber上级亏损52亿美元 将停招美国技术人员缩减营运成本 金融时报债券基金 避险需求大增规模达5000亿美元 成为金融海啸以来新高 华尔街日报美中贸易战家具 国际能源署三个月内三度调向 全球石油需求 日本经济新闻 全球将是企业达5300家 十年内增加超过一倍 孤顺类产业在台湾年产值近百亿元 不仅是拿来实用 许多医学研究也证实 孤类中的成分可运用在抗癌的疗程中 但您看到台湾一家经营多年的生计公司 选择附加价值高的孤顺品种 投入培育研发 特别找来孤顺类专家 牛章直之父 赖敏南当顾问 率领团队 也罕见透过媒体 公开白化容的培育 带您知己 外观有如岩石 紫石体呈碳黑色块状 这是俄罗斯的国宝白化容 也称为掐嘎 是生长在白化树上的药用真菌 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北纬40到50度的寒带地区 平均在2万棵白化树中 仅有一棵会产白化容 现在台湾孤顺类专家 牛章直之父赖敏南 让台湾也能培育栽种 经过测试结果 就是说大兴安宁 这个森林里面所采到的白化树算是不错了 能够提高它的单位产量和品质 所以我们培养机探讨就是用各种骨裂 组合的骨裂 这些骨裂都可以吃的 赖敏南博士率领团队花费6年时间 以无毒有机的技术与无尘库房培养 让多年生的白化树一年半就能采收 而且田猪都可使用 团队也栽培出台湾特有的云脂品种 营养价值胜过日本 我们经过探讨结果 我们栽培的云脂的多糖体 达到60%以上 日本的只有46% 我研究到现在 就骨裂里面含的多糖体最高就是云脂 除了云脂 俄罗斯的国宝白化荣 21世纪开始受到各国医学研究重视 其中日本权威医学研究机构 深入白化荣研究得出结论 白化荣尊俊所含的SOD活性是 零脂的55倍 巴西蘑菇的23倍 这个是在俄罗斯的 他们的生长野生的差不多将近20多年 这是我们自己富裕的 这就是一年半就可以办法采收了 里面我们要参加了很多 我们必备的一些相关的营养成分 所以说应该这是我们的know how 那目前它所采出来的这个三铁类也蛮高的 多糖也蛮高的 SOD也是非常高 所以说它本身不输野生的 雇训类产业在台湾年产值近百亿元 种类包括食用菇和药用菇 是台湾重要的精致农业 台湾一家成立多年的生技公司 选择附加价值高的雇训品种 投入培育研发 邀请雇训类专家赖敏南当顾问 集团式的经营朝一条龙研发 制造的方向前进 很多台湾的一些相关的生技业者 也一直找我们搭配马来西亚 他们有跟我们下单 那他们是希望说 用我们的技术去跟他们合作 开场精益求精 不断尝试与白化融的各种组合 像是融入咖啡还有茶包 团队脑力激荡开发新品 不过要将生技产业与精致农业结合 走出创新的一条路 人才需求跟着补出台面 台湾的生物科技这一块算是成熟的 很希望说在这个相关科系 尤其是像营养学这一块也很重要 当然我们是欢迎这样子的人才能够参与我们的行列 专业技术很重要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陪一个一些比较年轻的相关行业 相关科系的年轻人来从事这个培训的这个工作 在例行的团队讨论当中 可以看到年轻人几乎占团队的一半 企业专精研发的同时也网罗人才投入培育 从上市下手把手的传递多年经验 让年轻人对生技产业产生兴趣 进而创业 以这种产业你必须先花一点时间 你要实地去了解 想要做个事业没有那么困难 只要你愿意踏出去去关怀别人 慢慢你就会把你的事业做起来 台湾孤迅产业曾缔造辉煌时期 如今随着精致农业的推广 加上有三十多年生计发展基础 退变为台厂的竞争优势 将为台湾孤迅产业推向另一高峰 但您看到明天八月十三号 星期二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川普政府颁布临时规定建构生效 日本公布七月机械工具订单 英业达广达 中美金法人说明会 交通部铁道局记者会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宇宗翰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